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现在八月了 很多人都已经毕业了 还有很多人正在准备明年要考试 很多人现在要找工作 有的人要想说 以后念大学的时候要念什么科系 内心乱成一团有很多的纠结 今天刚好台湾有公布一个东西 就今年他们高中毕业 考大学 申请大学 有很多很不一样的趋势 跟以前不一样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台湾台大是最棒的 所有人脑袋消得渐渐的都要考台大 就好像大陆的北大 清华 交大一样 可是今年就发现 台大很多科系已经是不再是这么科系了 比如说可能排名比较没有那么前面的一些大学 它的电机系超过台大的地质系 超过台大的化学系 所以在甲族里面的理工科里面 电机系排名第一 那当然台湾很多人喜欢念一 所以台大一科还是很高 那你看到什么 就台湾很多人最尊敬的台积电 台积电最需要的里面的工程师 他最喜欢的就是台大电机系的 城大电机系的 交大电机系的 任何电机系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电机系就是学 学电子机械 电子机械 就是你需要的是这个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比如说是 你如果是专攻要学AI 那你需要什么样 你需要有电机 你可能要会软体 你需要有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理科的 化学的 物理的 不太有人念了 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 大家要学热门的应用的 学了以后毕业了 立刻可以申请到学校 立刻可以到大公司去上班 物理呢 那就 就比较没有那么可以立刻用 所以就没有那么热门 那最近 当然在台湾有很多人在想这个 大陆 有很多朋友也问我 该怎么办 我最近就收到一个朋友 问我 他的迷 非常非常的迷惘 来 志愿姐您好 毕业之后 我就进入了一家 在外人看来 十分稳定的单位工作 这是一家大陆的事业单位 我是一名合同工 又称为临时工 其实呢 我也不止一次的有过 辞职换工作的想法 但是每次和家人沟通 都会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 他们一直觉得 现在的工作单位 十分的稳定 薪水少一点也没关系 至少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而倒闭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黑漆漆的道路 难道我还要一直这样走下去吗 我该怎么办呢 这真的是很纠结 一个是 完全没有前途的 你不可能有升迁 甚至不可能有保障的工作 可是这个单位又是个大单位 那家里人肯定讲 说出去有面子啊 我儿子女儿在那个单位 一讲那个单位 人人都知道啊 就感觉有面子嘛 就这个面子 那这个工作的好处是什么 就 你不犯什么大错 虽然说是契约工 但一年一年人家也跟你签 那缺点呢 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在这个工作里面 你可能学不到新东西了 你每天日复一日 一直在重复 第二 这个工作 是没有升迁管道的 你一年是契约工 两年契约工 那你现在 二十几三十 差不多吗 大概是这样子 二十几三十出头 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迷惘 你再过五年十年 你还是一年一千的契约工啊 你工作的内容 还是一模一样这个内容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 慢慢往上爬 随着你的年纪 你的年龄 你的阅历 你的专业 你可以一直一直地扩大自己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的福利 你的薪水 也不可能往上涨 年轻的时候 薪水低 可以吃苦 没关系 可是 再过五年十年 你 现在的薪水 工资 肯定你没办法满足啊 那怎么办 你 你会这样问 可见 你在这个工作已经 累积了很多很多的 不开心 很多的压抑 日常中 这个工作可能也没有给你尊严 我觉得你可能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必须要 抉择 要走 但是要走到哪里去呢 很多人就 就所了解 在大陆 你一个 国营企业 到国企 或者说 到一般的名气 外资企业 或者是考公务员 去考事业 单位 这种的 先话 你要去考公务员 事业单位 很多大陆的朋友告诉我 因为他们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事业边考试 那个录取率啊 录取率非常非常低 百分之一算高的 千分之一 三千分之一 四千分之一 那我觉得 一旦那个录取率是 低于百分之一了 低于百分之 不要说百分之一了 一旦那个录取率低于百分之五 真的那几乎等于是 乐透的概念 如果你很 就是说 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那你投资要去准备考公务员 你要多久 你要想说你设定了 你要考一年两年三年 还是说你给自己五年的时间 我每天什么事都不做 我就来考公务员 那这五年我没有工资哦 那你受不受得了 家人受不受得了 第二 如果你不是 都不上班 你还一边上班 一边下了班考公务员 那你这样拼 你可以拼得到百分之五百分之一的录取率吗 然后你打算拼几年 第三 你要去考公务员 你可能要想想 你自己的个性 适不适合做公务员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我真的觉得一个人 他 他什么样的个性 跟他的工作内容 要越接近越好 如果你是一个 非常活泼 每天很喜欢新鲜的事情 新鲜的面貌 那样的人 喜欢变化的人 你可能要去找一个 你的工作里面 每天都是不断变化 你才会比较开心 就算是你要去考公务员 你也可能一定要去找一个 那个公务员里面的工作室 你每天都有不停的新鲜的东西 我自己呢 就是 我觉得从小 我没有办法做公务员 就 我没办法 可能我以前 我考北一女的时候 那时候我随便考 都可以考到公务员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就不可能 所以我 我觉得我的性格 没办法做了 我就没去做 所以考公务员 就要想好了 你要做 你可以考什么样的公务员 然后你要 你想做什么样的公务员 那个几率 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 我有认识有朋友 考过五六年 都在考公务员 都没考上 然后 内心就越来越 越不自信 越来越自卑 前途茫茫 那你如果从 从三十岁开始考 考到三十五岁 那三十五岁以后 你要去学新的技能 你要干嘛就来不及了 所以 如果你要考 就给自己 一个年限 哦 我考几年 考不上了 我另谋他途 那如果我不是要去考公务员 我要做别的事情 那当然 我还是归根结底 我觉得 不管你要去国企 还是民企 问你有什么样的专长 你会计 还是你英文好 还是 你很有想象力 还是你怎么样 这 用你的专长 做一个基础 从你的专长 去找工作 你的专长 就是你比别人强 那你就比较容易 找到好的工作 第二 你的专长就是 很可能你已经 在你的专长 花了很多时间 那你花很多时间 你可能对这个专长 你蛮喜欢的 所以 一个人喜欢 一个东西 你就会每天做 每天做 你就会 很开心 因为工作是这样子 我大概累积了 几十年的工作经验 工作不管变化再大 也是很多东西 都是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每天 重复要做的事情 还是很多 所以如果一个人 在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重复又重复 你还是会比较开心 真的 我喜欢写文章 所以 写着写着 我就不觉 老至将至 我就不觉得 时光过去了 每天你花三小时 五小时读书 你喜欢 你就不觉得 你在浪费 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觉得 很浪费时间 就这样子 这是相对论 去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 你做的时候 很开心 做的 比较容易做的好 你比较愿意 每天花三小时 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想 一个人每天花 两小时 三小时 五小时 去做 你一年365天 你累积三年五年 你的基础就比别人多啊 你就比较容易有成就啊 对不对 就任何行业 你要有天分 你要有爱好 你要吃苦 然后你要运气好 可能会很成功 但可能运气不好啊 运气不好 但你有前面三个打底 你很用功 你很喜欢 你很努力 那你也一定可以 对自己有交代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在迷惘的时候 去想 我 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 我要在这里 因为有个大招牌 安慰自己嘛 可是没有前途 没有前途 假设没有保障 没有前途 那可能真的要想一想 跟家人商量 取得家人的谅解 一时的光荣 那个光荣不是你的 那个光荣是那个单位的 要争取自己一生的光荣 那才是真的光荣 那还有别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问我问题 来听听看 之前姐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她很想去大陆工作 但因为两岸关系急速恶化 想去又不敢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 真的 台湾的危机啊 台湾这么小 两千三百万人 大陆随便一个城市 就比台湾大 如果说台湾跟大陆 是完整充分整合 那每一个 很有志向的台湾人 他如果要追寻小确幸 他也可以追寻小确幸 他如果要奔到大舞台 他可以到大舞台 很多企业 大陆很多企业 它面向的是一个 14亿人的一个市场 所以你有很多磨练的机会 对不对 那现在任何在台湾这种氛围下面 随便一讲到大陆 就很多人就说 你舔共啊 你要放弃台湾 你舔共啊 那你在大陆做很多事 人家就会觉得 有政治解读 就会很 就会让你觉得 好像回台湾又很麻烦 所以可能会逼着台湾现在年轻人 要做二选一 如果前景在大陆 我可能觉得 你还是去大陆 不要 不要固守台湾 台湾太小了 你很容易 把自己陷在那个井里面 太不值得了 趁年轻 多闯一闯 那全世界最好闯的地方 最应该去闯的地方 就是大陆 同文同种 同文化 我们都中国人 很多的挑战 然后去体验 不同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 把年轻人丢到一个 不同的地方 是最好的 这台湾人这边的一个 碰到的挑战 其实大陆的朋友也是 其实现在因为今年 中美贸易战 美国抵制很多大陆的企业 然后 又 让很多大陆的产品的 销到美国去 不方便 而且对 对华为抵制 中兴抵制 大疆抵制 抖音要抵制 还要逼抖音 卖给美国企业 微软 对微信也要抵制 几乎都抵制了 那抵制之后 回来 甚至连 印度 都下架大陆的 很多的软体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 大陆 在今年就碰到 可能是百年 很大的一个变局 要有不同的思考 美国在抵制 华为 就让很多的半导体 公司企业不敢 跟华为做生意 这时候才让大陆 听觉说 哎呀 我的半导体 半导体就是 机体电路 我没有 自己的 很稳固的一个 一个东西怎么办 所以大陆 从现在开始 它会花很多的 资源预算 在各个大学 去栽培很多的 半导体人才 也会扶持 很多的半导体企业 所以 如果你对理工科 有兴趣 如果你对电机 有兴趣 对半导体有兴趣 愿意做工程师 那真的 就可以朝这方面走 选这样的科系 要啃吃苦 学理工是 很扎实的一个 一个行业 一个工作 做工程师 那是稳扎稳打的 一个脚步 一个脚步 一脚步 一脚步走过去 可是那个学的 功夫是真的 而且累积的越好 你将来的发明 创造的越好 最近呢 大陆也是在想说 遭遇这样子的百年变局 所以大陆的整个的经济的计划 破坏 它会 以前是很注重出口外销 有出口外销 有内销 可是大陆现在要开始变成 内循环为主 外循环 外销为辅 就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抵制大陆 所以内循环是什么 就是内需产业 所以如果说要找工作 或者说思考 未来自己的取向的话 就想一想 自己 我的天性 是什么 我的个性是什么 然后 我的才华是什么 我跑得很快吗 我有天分可以跑吗 可是我唱歌很好听 那是天分 那个一定要去做 因为那个 你将来就容易 很容易 混一口非常好的饭吃 祖师爷赏饭吃吗 不是说像张青芳 他那个声音就是 祖师爷 老天爷赏饭吃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天分 你的爱好 你的天分 然后找到了以后 好好的去追求 这是你自己可以做的 那外在的环境就是 现在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将来整个国家 整个产业会往哪里走 未来需要AI 人工智慧 将来会物联网 将来会需要更多更多 有创意的人 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 机器人 机械 电脑会做完了 如果你只是在重复很多机械单调的东西 你将来一夜之间会没有工作 所以找到自己的天分 自己的天性 自己的个性 然后知道未来国家往哪里发展 怎么样 拼搏努力 而且很有创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功课 祝你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